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粤果娱乐 自从TVB撤入内地市场之后 剧情上便取消了女主惹人恋爱的人物设定 而改为女大于男 不少老气骨表示 为了剧情需要和小鲜肉设想的同事 也都为了收视率 跪蝉大陆女明星 这个举动令不少老气骨都觉得邋遢 也都引起了很多的争议 TVB这个做法到底对不对 理解起身 每个人看法都不一样 这次剧中的那些侵吻戏 一度成为了热义的话题 一方面 很多众友纷纷骂娘 觉得这样的赤道 实在是有点过分 过头 另一方面 不少人纷纷出来力挺 觉得这样的剧情 还是很刺激的 他们都认为 只要没有过分的镜头 这样的赤道还是可以接受的 而最近因为分头时 七吻戏的赤道过大 不少影迷都纷纷表示 自己看到面红以赤 赤道实在是太大了 虽然在现实生活中 七吻都没有那么夸张 但是这样刻意地将七吻戏放到每一集的剧情里面 实在是太过了 也容易令人联想到不必要的地方 因为剧中的赤道太大 虽然如今的互联网上面冲赤着大赤道的剧情 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间 这些互联网资源还是少得可怜 所以不少的影视剧集 就成了人家日常生活中不错的选择 但是一部分人觉得 这些大赤道的剧情 在传播到更多人的时候 很容易误导大家 也都不利于大家的学习和成长 但是这些互联网平台为了迎合年轻人 不断地推出大赤道的剧情 所以传统电视台为了抢占市场 不断地杀身的赤道 而且效果还不错 今次TVB搭上杀身市场风向的车 也都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的关注 不断地杀身赤道 所以今次的剧情中 出现了很多的推倒 激情吻气 但是这样的剧情 反而令不少的影迷失望 觉得TVB为了吸引关注 而刻意放大赤道 但是忽略了最重要的剧情 另一方面 也都有一部分的网友 纷纷出来支持TVB 并且表示 这些吻气 不过是现实生活中的重现仪 大可不必 而在大家对这个真意话题的赤道 到底有多大的时候 网友们发现了 被称为TVB小鲜肉七身的罗子役 凭借这个剧中的亲吻气 一举走红 罗子役在婚后时中 适应一位被两位女性追求的男主 他不单止在剧中一炮而红 以前在剧组中为了亲吻气 戒了40日躺的举动 都成为了大家口中的谈知 在这次的采访中 罗子役也直言自己还是有点害羞 而面对这样的亲吻气 他也有点不适应 并且还表示自己主要是因为工作 因为这部戏太火了 这些争议话题自然都被夸大了 在一次拍摄照片中 罗子役被拍到 和一位女星争吻了亲吻 虽然在剧中的亲吻气 一直受到争议 但是如今剧情中的他们 终于如愿如常 不得不说 就算是在演艺圈 这个大眼光中 这个举动都太过火了 不单止是这样 因为罗子役在剧中的表现 还是不错 并且和两位女星搭档的气氛 表现都是非常到位 而一部分人则纷纷出来表示支持 认为罗子役在剧中的表现 并不单止是亲吻气 他还为这个角色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不单止是剧组1.1滴地付出 而且在拍戏之余 还坚持了40日的介统行动 刚刚入演艺圈没来的罗子役 为了这些奖项的提名 就算付出再多 都是值得的 在互联网上不断资深争议的同时 罗子役都在一次访谈里面 表示自己并不是好看好这个奖项 说实话 大家对这个评价也都是这样 不过话又说回头 虽然现在的剧情越来越大赤道 但是相信随着时代的变迁 这些大赤道的剧情都会越来越多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样的剧情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好了 今期我们的节目就回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不见不散 拜拜